我最喜歡攝影的部分就是他的親切感 因為所有的人都可以拍照 你可以用很昂貴的器材拍照 也可以用非常簡單非常便宜的器材來拍照 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老舊又可愛的小DC 我最喜歡的小DC 這款小DC因為蠻喜歡的 也怕我自己把它操壞掉 所以前前後後就收了幾台 它搭載的是小面積的CCD 然後只有3.2Mp 可以錄像 但是只能拍墨片 然後呢 它具備了2000年初期的 這個消費級的DC的所有特徵 比如說OVF 這個讚 這個一定要的 雖然小不拉機 但是還蠻好用的 再來就是配備了 簡易的光學變焦鏡頭 使用這種AA規格的充電電池 以及這個容易斷腳的電池倉蓋 相機只吃低容量的CF卡 在操控上面呢 它用了許多傻瓜場景模式 但通常我們使用這些傻瓜模式 動不動它就會閃閃光燈 有時候真的會蠻尷尬的 光圈快門 ISO 還有對焦 全部都是自動調節的 完全沒有辦法手動控制 緩慢的反應速度 超高的耗電 以及小騰騰的機身 偶爾還會驚喜出怪手 來個靈異濾鏡 它是Nikon早期這種酷像素 Coopix 方塊機的造型 但它這款擁有非常連潤的機身線條 對我來說 不只好看順眼 然後握持起來 又更加符合人體工學 超級好抓的 特為是握住滑開電門的感覺 就像是握出一台Nikon單反一樣 然後它擁有單手完美操控的人機介面 用拇指和食指就可以輕鬆按到所有的按鍵 總之這款3100對我來說 它的外觀跟手感都非常的迷人 關於攝影的興趣 我覺得它的魅力和樂趣有很多 但其中我最喜歡攝影的部分 就是它的親切感 因為所有的人都可以拍照 你可以用很昂貴的器材拍照 也可以用非常簡單 非常便宜的器材來拍照 只要你拍得鬆就可以了 按摩